大家好,我是保罗,与您分享美食,旅游,信仰,Let's go! 本期分享,鲜膜鲈鱼汤 将锅烧热加入油 下入葱姜爆姜 放入鲁鱼两条,约800克 将鱼的两面都煎一下 把煎好的鲁鱼装入沙坡 将竹笋两根切片,放入烧锅 蘑菇两个切片 鲜香菇三个切片 小蘑菇一些,切一下 放入三种蘑菇,提升鲜的品味 更有层次感 将烧锅中加入开水 加一些葡萄酒 盖上盖 大火煮15分钟 大火煮15分钟 下入豆腐 下入豆腐 烧开后,撒上葱花 鲜美的鲁鱼汤就做好了 墨春香里人,不爱如鱼鱼美 喜欢我的视频 请您点赞 订阅 加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